男人飞机上偶遇农村带娃土妞 当看见翠花那一刻 心里有了一个出奇的想法 为了摆脱家族的联姻 她让翠花做自己的妻子 男人开出的条件让翠花动心 就在她犹豫是否答应时 男人赶紧提起可爱的孩子 宝宝真是神助攻啊 落魄的翠花很无赖 只好先跟着男人出了机场 豪车早已在次等候 第一次坐豪车的她充满了好奇 很快到了大别墅前 她感慨着房子得值多少钱 这得给宝宝买多少奶粉了 男人进屋想先向家人解释解释 没想到家人早已准备了欢迎一室 家人们热情欢迎德彪回家 翠花感叹着城里人真会玩 这是一个长着一米八的大长腿 恨不得从脖子就分叉的女人缓缓走来 她正是德彪的未婚妻狐狸精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向德彪 欢迎德彪回家 妈妈见状说到回来正好 把你们的婚姻给办了 岳父也说道 这次你该不会又有理由推脱了吧 这是翠花实在不好意思 打断他们的谈话 众人一联盟 请问这个土牛哪来的 翠花不管那么多 找到一张桌子把孩子放上去 用手机放出孩子喜欢的视频 递给一联盟的德彪爸爸 自顾自地讲解换尿布的方法 手里也没显着 还让德彪妈妈帮忙拿一下尿布 妈妈浑身都在颤抖 换好后接过尿布问德彪厕所在哪 顺着德彪指的方向赶紧冲了过去 妈妈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问德彪这孩子是什么情况 德彪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时候 妈妈一听直接晕倒在地 过后他实在没法接受 儿子出去一趟就带回来这么大的孙子 父亲让他冷静点 事情已经发生还能怎么办 妈妈对着德彪就是一顿臭骂 出来后又对着冲着翠花怒吻 她不会接受突然冒出的儿戏和孙子 这时威严的奶奶走了出来 问这土牛是谁 翠花礼貌地向她打招呼 一生奶奶把她整不会了 翠花毫无畏惧地与她对视 奶奶好奇地打量着翠花 德彪上前告诉奶奶 这是您的孙媳和重孙 奶奶没说什么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翠花直接离开了 德彪暗暗竖起大拇指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翠花第一次带娃坐飞机 就替孩子捡了一个便宜 爸爸德彪为了逃避妈妈安排的连连 把翠花和孩子带回了家 妈妈知道后直接晕倒 她不可能接受这个突然 冒出的儿媳和孙子 而翠花也不认生 既然来到这里 何不享受一下富人家的生活呢 看着如此宽大的浴室 都快赶上自己家的卧室了 翠花对这一切都好奇 就连脸盆都是金子做的 我的天这就是富人家的生活吗 这时听见德彪在叫她 翠花悄悄把她叫进卫生间 此时的翠花却开始胆怯了 她害怕自己的身份被失货 而且德彪告诉她这是走的过程 她本想拿着报仇就走人的 德彪只能安慰她先稳住家人 你要替孩子想想不是吗 翠花想到孩子也无奈 只好先答应德彪 两人刚出来就遇到德彪妹妹 妹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此时的二人都很尴尬 妹妹是来叫她们吃饭的 德彪家教是很严格的 奶奶不到饭桌 所有人都不能动筷子 当危言的奶奶走到客厅时 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 只有翠花一脸猛地看着所有人 你们这是干啥呢 奶奶直勾勾望着她 德彪碰了碰她 翠花这才反应过来 她心想这家人吃个饭 都这么麻烦的吗 这时妹妹问起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可二人的回答却不一样 全家人都看着呢 反应过来二人立马改口 翠花这一说就没完没了 德彪赶紧踢了她一脚 再让她说下去 估计就得穿帮了 这时翠花闻着美食 忍不住就要下嘴 奶奶一声咳嗽望着她 翠花又看了看大家 这下她懂了 看奶奶动口后她才开始吃 过后到了睡觉的时候就无语了 德彪居然要和她睡在一个房间 翠花差点没抱错口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们才认识几个小时 可德彪说如果不睡在一起 会被家人发现 而且你答应了我做了欺负 睡在一起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可翠花不可能同意 最后德彪只能去睡沙发 这时翠花突然发现孩子发烧了 顿时慌了神 德彪赶紧叫人准备去医院 这时奶奶知道后也立马跑过来 虽然脸上不在意但心里 却比谁都着急 奶奶赶紧抱过孩子放在床上 她有办法让孩子降温 可翠花急了 她可不敢让奶奶瞎搞 德彪拉着翠花告诉她奶奶自有办法 这时奶奶把孩子衣服脱掉 路痴翠花根本就不懂带孩子 随后带着孩子进了卫生间 翠花虽然带着孩子 但她确实没什么经验 她奶奶带着孩子进了卫生间 又听见孩子在哭泣 她更是着急疯狂开门 这时德彪爸爸妈妈听见声音赶了过来 三更半夜吵什么呢 这时奶奶开门出来把孩子交给了翠花 告诉她孩子已经好了 翠花还是不放心 依然要叫医生 她还是不相信奶奶 无奈妹妹只好去叫医生过来 医生检查过后孩子确实没问题后 翠花这才放心 而这也不能怪她 作为一个母亲 现在孩子就是她的遗弃 而她曾经经历过的事 使她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德彪却在一边笑 她从未见过这么有趣的女人 过后二人聊起了过往 在德彪的安慰下 翠花终于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早上 如花一觉醒来 却发现德彪睡在旁边 一脚就把她踢下了床 而且翠花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 原来就在刚刚 妹妹看翠花二人睡得挺香 就把孩子带到了客厅 一家人除了德彪妈妈 都很喜欢这个孩子 妹妹拿起手机拍照 准备发个朋友圈 妈妈强烈阻止 这是干什么 要把土牛的孩子放上去丢人吗 这时翠花满屋寻找孩子 到了楼下看见孩子在妹妹怀中 她才大大送了一口气 这时翠花发现 大家都好奇宝宝的名字 因为孩子的名字跟 去世爷爷的名字一样 奶奶看着孩子差点落泪 想起了曾经的老伴 过后奶奶找到翠花 准备把孩子交给保姆照顾 翠花无语 告诉奶奶自己就可以照顾孩子 为什么要交给保姆呢 她就是不同意 但奶奶心意已决 她觉得翠花根本照顾不好 自己的孙子 在奶奶的强势下 翠花也无奈 奶奶替孩子准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翠花见后还是很满意的 这时格彪妈妈突然出现 嘲讽她土妞就是土妞 没见过世面 她根本就不会接受这个信 和孙子说完 只高气昂的走了 翠花哪能受得了这个气 说着就要去找她探讨花 为什么这么活 保姆赶紧拉住了她 晚上几人坐在一起聊天 翠花舒服地坐在沙发上 妈妈和奶奶又直勾勾看着她 现在的她秒懂 立马把脚放了下来 这时德彪裹着毛毯 从外面冲了进来 告诉他们自己掉进了海里 大家都很惊讶发生了什么事 翠花就在一边笑 奶奶气不打一出来 那可是你丈夫 你不去照顾她 还在那笑什么呢 如花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追了过去 过后翠花也不管那么多 翠花摸了摸 确实是发烧了 翠花懒得管她们 直接走了出去 刚出来就遇到奶奶 奶奶说你不照顾德彪你干什么了 翠花说她又不是想 翠花真无语 就没见过这么矫情 奶奶一进屋就骂骂咧咧 抱怨如花真的是土妞啊 发烧干嘛要盖这么多被子 难道忘了昨晚孩子的事了吗 如花就不懂了 生病了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这奶奶非要把德彪衣服脱掉拉起来 又是把德彪送进卫生间 翠花是无语了 这次她没有大惊小怪 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这时的德彪妈妈一直睡不着 始终没法接受翠花和这个便宜孙子 爸爸却很开朗 现在孩子都有了 而且他们看起来很幸福 你还能怎么办呢 但妈妈可不这么想 她内心打起了坏主意 第二天早上 德彪一下惊醒过来 因为昨天翠花的父亲找她 土牛翠花怎么也想不到 奶奶对治疗发烧情有独钟 动不动就把人往卫生间送 翠花无语到极点 但效果确实不错 第二天早上德彪就完全好了 但德彪却很着急 因为翠花的爸爸找上了她 原来就在她带翠花回家的那天 翠花的弟弟看见了那一幕 准备带着翠花回她家一趟 德彪是真的飙傲 她有点害怕这个便宜老丈人 但翠花不打算带着孩子回去 因为当初翠花离开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存在 如果带着孩子回家 那么翠花和孩子都别想再出门 但在德彪的劝说下 翠花答应了到了家之后 见到许久未见的妈妈 二人都很激动 把翠花让进屋后 妈妈这才注意到 好像还有个男人在这 德彪深呼一口气 这可是头次见丈母娘啊 进屋后德彪就和丈母娘刚了起来 丈母娘想把孩子抱走 德彪却不让 德彪这次来就是找老丈人弹劾 希望翠花和老丈人的关系能防护 想起老丈人对自己的手段 忍不住打个冷战 但德彪太低估翠花和老丈人的矛盾 说不到几句话就开始吵 最后翠花直接带着孩子离开了 但爸爸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当翠花带着孩子离开时 默默地在窗口看着她 回去的路上德彪可就不干了 这次带翠花回家就是缓解二人的关系 被老丈人绑走差点就挂了 这个老丈人简直比德彪还彪好 这一切都是因为翠花 但翠花简直无语 你被绑走关我什么事呢 德彪那个气啊 要不是我在机场帮助你 你现在带着孩子还在到处流浪 翠花差点没气炸 不是你舔着脸要我做你老婆吗 但德彪说话越说越过分 居然说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让翠花瞬间心情低落 她觉得这个男人人品太差 这德彪是真的彪 翠花让她停车自己要下车 刚刚德彪说的话 确实伤到了翠花的内心 她决定不再和德彪玩这场游戏了 不就是有点小钱吗 就算自己带着孩子去流浪 也不想再让德彪帮助自己 不管德彪怎么解释外面 翠花不想听直接坐车离开了 可翠花坐车到一半就有点后悔了 自己身上钱不够啊 于是翠花带着孩子在一个码头下了车 但很快德彪就找到了这里 她还是担心翠花和孩子 这时的翠花带着孩子 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内 德彪听见孩子的哭声找到了她 她真诚地向翠花道歉 可话还没说两句突然冲进来几个人 上来就直接放倒德彪 而孩子最后也被两个男人抱走了 无奈的她疯狂喊着孩子的名字 难道孩子被劫匪帮走了吗 土牛 土牛翠花的儿子被绑架 绑匪居然是她亲爹 翠花和德彪一路狂追 一直追到了绑匪老爸的老伙计船边 绑匪老爸还留了个纸条给翠花 气得翠花一脚踹翻了虎 翠花妈劝她回家等着就行 难道这老头饿了不会回家吗 德彪也觉得 丈母娘说 得有道理一起劝翠花回家 见泼辣的翠花终于走了 船夫大叔才偷偷钻进船舱 此时的孩子正对着爷爷卖门了 这么可爱的表情谁能扛得住 爷爷的心就快被融化了 突然孩子饿哭了 一群老家伙们商议着给孩子喂条小 气得爷爷差点跳起来 最后决定给孩子找个奶妈喂奶 可爷爷的老伙计 居然找的是他小时候的奶妈 爷爷看着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一脸蒙圈加无语 呆呆地把孩子交给了老太太 可老卡却坚持说自己的奶妈很健康 这时小强想到老太太的飞机场 也忍不住问老卡你确定他还有奶吗 老卡生气地让他闭嘴乖乖等着就行 大家只好乖乖等待 可是中转了一圈又一圈 小强实在忍不住了 闯进礼物响一探究竟 下一秒他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失措地跑出来 老卡却笑着说 他小时候老太太也经常这样 绑着他出去溜达 我感觉这老卡实数是脑子有点毛病 爷爷气得跳起来要宰了他 但想到找孙子要紧 于是一伙人又赶紧跑出去找孩子 他们找遍了老年人的娱乐场所 却一无所获 无奈的爷爷只好打电话回家 告诉老爸孩子丢了 一旁的翠花听后快急疯了 立马要出门自己找孩子 德彪赶紧拦住翠花安慰他别着急 他一定会找到孩子 可此时的翠花啥也听不进去 还把丢孩子的事先弄于德彪 德彪委屈地为自己辩论 翠花狠狠地给了德彪一个大嘴巴子 瞬间把德彪打懵圈了打完后 翠花又有点后悔 说完就跑出去找孩子了 这小火爆脾气可真够人寿的 紧接着也跑出去跟翠花一起找孩子 谁能告诉我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啊 天黑了气愤的爷爷找到老卡 捡起地上的一根棒锤 见了老卡就揍 还好老卡躲得及时 要不然老命就不保 这时翠花也找到了这里 见了老爸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弟弟在后面拦着 翠花又是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去 这大概是遗传了老爸的暴力基因吧 好巧不巧这是德彪的老爸来变化 老爸来变化了 老卡捡起地上的手机 居然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 老卡大概是猴子派来捣乱的吧 下一秒德彪一家就赶到了现场 见了绑匪爷爷就开骂 德彪的爸爸要报警 他赶紧阻止爸爸 这可是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 居然要闹到警察局 正在翠花心里交脆欲哭无泪的时候 居然是翠花的儿子 原来是翠花的妹妹 发动全程的小伙伴找到了老太太 爷爷一看老太太急眼了 质问他绑架自己的孙子跑哪去了 小强也忍不住地问老太太 不是给孩子喂奶去了吗 这个老爸太牛茶 一言不合就开枪 为了把可爱的外孙留在身边 翠花老爸也是费尽心机 先是绑架了亲孙子 又用武力威胁翠花把孙子留下 把翠花的未来公婆都看傻眼了 这是攀上的什么亲家 翠花生气地下了 车走到老大面前 一把抓住她手中的枪 对准自己丰满的胸膛 不得不说这翠花也挺真 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但这一举动属是把老爸吓人 老爸咽了口唾沫放下了